Hello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俗话说过了喇叭90年 和喇叭周后纯洁的气息越发香甜了 来和小悠一起热闹一下 看看本周的更新推荐吧 本周周面新增点击空白区域 可推出近期任务界面的功能 进入近期任务完成所需的操作后 只需要轻轻点击下空白区域即可返回 再也不用麻烦手指移动到返回键了 另外小悠贴心地提醒你 MIUI6近期任务界面分为图标模式和锁略图模式 两者可以与任意切换哦 嘿 小悠问你 你手机装了多少应用呢 本周应用商店新增搜索热词 当你点击搜索栏后 会自动出现近期大家搜索最多的应用词汇 很大可能你要安装的也是这个应用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点击下这个词 就可以看到搜索结果了 有了这个小功能 小悠可以为你省去很多输入的麻烦 快来看看这些热搜索里面 有没有你要找的呢 点击一下安装起来 应用商店除了增加热词外 也新增了应用详情页的相关应用推荐 小悠最近就准备跨年游 当然要先看看旅游达人的游记学习下了 哎 安装过该应用的用户还喜欢这些应用 这不正是小悠我也需要的吗 统统收起来 可以派上用程的 不仅是旅游类应用 帮你安装任何一个应用的时候 小悠都会为你推荐 类似的其他好应用 好应用 阿多 一起来玩吧 好了 本周的更新推荐就是这些 想了解更多就关注米油微信公共站号吧 有什么想说的 你可以add你有官方微博 我们下周再见